BOMPEN的50 PHANTOM 可否叫做伏黑呢 因為樣子有點不同 不過也是補泊裏面銷售好戒的手錶 45mm 因為圓形的錶殼 不是說有很多零角 所以戴上手就不是說很大隻 它有普通的樣式 隱藏裏面有一隻黑殼 有一隻 那隻叫做 AQUALUN 也有些不同的 這一隻 也是最多人喜歡的 叫做LOW RADIATION 應該是當日 在錶面裏面加了這個Logo 即是說 Index 腳樣沒有輻射的影響 排放 可能我也不太肯定 究竟它的原因是什麼 有了這個Logo的500隻就瞬間賣了 我記得定價也十幾萬 現在新一隻定價調低了 就變了40mm 那我就不是說對大錶 就是說很追崇 大家都知道 不過我就覺得 Fifty Phantoms 這隻第一代出 在現代第一代出 就有45mm 突然調細了 就好像 縮小了 如果它第一次出 就是40mm 你也不會覺得那麼怪 那 它也有加了一個 鴛鴦色的Logo 希望 都有 一定的捧場客 不過呢 這一堆 的Fifty Phantoms 就買少見少 尤其是LOW RADIATION 大家都知道 它有一個 複雜的 圖華的packing 還有一個換帶器 即是有一個換帶的座 還有一條膠帶 有些AD賣的時候 就不扣起它 大家也要留意 因為那套東西 都值幾千元 多謝大家